大家好,我的名字是杨初舟,我的报告是政治纪父母,政治纪父母是什么? 政治纪父母都是养力的父母,他们会去孩子的学校,也会看到他们做什么,一定要他们获得成功。 父母认为如果他们看到孩子做什么的话,会让孩子更成功。 是不是社会问题了? 这是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,因为父母让孩子受到很大的压力。 政治纪父母的小孩可能是一个犹豫的孩子,总是有两个的父母告诉他们要做什么, 因为父母不要他们的孩子做错,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帮他们做的东西。 小盘地一样,政治纪父母是小盘地一样,但是不是给他们最好的衣服,也最好吃的东西。 但是给他们,给他们的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。 他们想如果孩子变成医生还是医生的话,可以自己买的东西。 这是因为中国的父母可能只有一个孩子。 所以,如果孩子很棒,没有第二个机会。 所以,在我看来,在我看来,自身基督父母做法的方面是好的。 但是,有很多坏词。 这可能是真实上和身体上的信仰。 所以,如果孩子没有达到父母的希望,孩子可能收到父母的表例,他们可能达到父母的表例。 虽然,孩子可能会希望父母帮忙他们做学校的东西。 告诉他们做什么,也还有帮助他们练习东西。 但是,自身基督父母的做法至少在压迫孩子。 现在,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的。 现在没有那么多政治及父母。 因为自身基督父母因为自身更正在化了。 父母会让孩子想做的东西也让孩子轻松了一点。 在我看来,在我看来,中国的自身基督父母比美国多了。 在美国,很多父母不会要去自身,自己的孩子讲的要点很成功。 只要孩子增大以后,身体健康就可以了。 在中国,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做好的和成功。 变成他们想要的人做他们不会的事情。 upstairs。 正常基督父母会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他们的未来。 时well,她觉得自己的孩子是他们的未来。 我认为父母是社会问题,父母最好让孩子有自己的生活,而不是成为一个快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